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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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就來學一首很經典的老歌 個人非常喜歡,週九人的 不能說的秘密,我覺得有個正式還好聽 電影也很好看,不過大家沒有看過 歡迎大家可以再去出部來看 我覺得非常好看又不行 首先呢,我們從前奏開始 這首是G調,然後他合成其實也蠻少 還蠻簡單的 然後呢,這首歌的前奏大家可以努力一下 因為可以很簡單,然後就很強 好,現在拿出你中指 那第六條弦的第三個 然後第1個音的時候呢 是要有兩個音,所以用你大拇指跟你的食指 大拇指彈第六弦 食指彈第四弦 你要同時一起彈 彈高興登 那個感覺對不對 登登登 這個登登登呢,是用你中指彈 第三弦 空弦 然後再來,再抓一次 登登登登 那流色用你的小拇指 按在第四條弦的第四個 用你中指或你食指都可以 彈第四弦 都可以 OK,再回這句定義句是 然後再來,後面 第二角部分 再一次抓 空弦 那後半段這邊的時候是用你食指 按在第三弦的第二格 那一樣喔,用你中指彈第三弦 他就是有個 對話的感覺 然後呢,再來前奏的第二格 第部分是E-Mine E-Mine之後用你的食指 按在第五弦的第二個 然後大拇指跟食指 一樣這兩支 彈第五弦 然後後面的音全部都跟剛剛一開始一模一樣 直接彈給你看喔 很簡單的感覺 前奏就這樣結束了喔 再做一次喔 再做一次喔 那就開始,主歌 那主歌的一開始彈法 前面兩個和弦都一模一樣 就是G兩次,E-Mine兩次 然後C兩次,D兩次 那我現在先簡單講一下,C他應該怎麼彈 呃,喔不好意思 我們先從G開始好了 我們現在先簡單做一下給大家看 他的整個主歌的彈法和前奏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做一個大歌看喔 冷咖啡離開了未練 我忍住的情緒在後面 有沒有,跟前奏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再來是C囉 C的時候是 用我們的中指 分別按在,都是第三格 分別是第五弦跟第六弦 然後大拇指跟十指一樣 彈這兩條弦 然後一樣,第三條 第四條弦第四格 一樣抓 然後一樣第二條 對不起是第三條 一樣第二格 然後最後一個D 是把胸放開 然後彈這兩條 然後一樣,右手一樣喔 左手右手的彈的位置跟左手後面那個幾個音的位置 還是全部都一樣 很簡單的感覺 也可以很像 好 好,那我現在一整個組合在做一起來看喔 冷咖啡離開了杯墊 我忍住的情緒在很後面 很簡單 來 明明像忘緩的中間 在我臉下 已共青 起刻鑑 第二段 喳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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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喳叡 喳叡啦 一的畫面 在唱這曲前夢開始不甜 你說吧 愛見 然後再來就先副歌了 那副歌和弦呢 其實也都剩那幾個 G 然後兩次 然後Bmine 然後C 然後G 然後C 然後D 然後復歸重複再兩次 然後呢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時候我們會彈指法 你說吧 愛見 T1 2 1 3 2 1 T1 剪不剪太棒 1 2 1 T 1 2 1 3 1 2 D 然後歌詞不剪 1 2 2 1 3 1 2 1 好 先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從第二段主歌開始 主歌的和弦呢 我們第二次的時候主歌就不會像剛剛一樣 第一次一樣一直彈 我們就不會彈這樣的了 我們會有一個劍強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邊會彈 用刷的 我抽到這個刷法 那我簡單的做一次給大家看 它就是這裡 G兩次 Emi兩次 C兩次 D兩次 要重複兩次 就進入歌 咖啡 連咖啡 連愛的悲哀 我忍住的情緒 在夜空亮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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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一直不斷重複 然後再來就是副歌的時候 那副歌的時候呢 和弦跟剛剛第一次會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為了那個 用劍強的感覺 所以我們副歌的方法 換這樣子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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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一模一樣 合成一樣 或者是刷法有一點不一樣 那我現在簡單配C給大家看 咖啡 你說的愛漸漸 方向微走更遠 又和你去改變 你錯過的世界 沒有你的刺間 不自我說再見 要想你在身邊 才完全失去之前 我們還是有很簡單的感覺 沒錯 如果會的話 我們就一樣先一起來吃吧 好 好 我離開的悲戀 我忍住的情緒 在你後面 跟你想往回的從前 在我臉上依舊清晰可見 最美的不是下一天 是曾經與你躲過 雨的屋簷 你的畫面 你的畫面 在當著全夢開始不停 你把愛漸漸放下回憶走更遠 或許命運的前置讓我們遇見 你把愛漸漸放下回憶走更遠 不許命運的前置讓我們遇見 只讓我們相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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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季的秋天 你把愛漸漸放下回憶走更遠 只讓我們相戀 你把愛漸漸放下回憶走更遠 不許命運的前置讓我們相戀 Halloo,那不知道大家看完今天這首歌 有沒有回想到當年,當年可能很多人還沒看過這電影 真的很好看,很推薦大家試看,我覺得非常好看的電影 你已經練過一點的琴 想學一點前奏、肩奏完全一模一樣 我覺得這首歌是還蠻推薦大家練的 你看我現在開主歌的時候,你可以一邊彈這個 然後一邊唱歌,讓你感覺在其他色成方,感覺還會蠻厲害的 有一般這樣,一邊這樣彈,一邊這樣給人家唱 有人會這樣,會跟人家不太一樣 練這個的時候就會,不知不覺就一直,唉唷 好,那一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私信我們,或是可以來現場問我們 我們都很盡力幫助大家 好,那今天就這樣聊,掰掰